比如说人口负增长的这个问题 有些人就会担心它会造成这个消费的降低 这个投资需求的这个减少 那有的人会担心它会影响这个劳动力的长期供给 那么会使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那有的地区性这个人口的过多的这种流出 会引发这个区域性的经济衰退 那还有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人口老龄化的这种问题 那也是就是认为这种过快速度这样的老龄化 那它可能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那这个它规模比较庞大 而且这样急速增长的老龄人口 它也会对这个养老服务呀 社会保障体系呀带来压力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能都会是会和我们个体的生活就会联系在一起了嘛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人口其实对经济发展 首先更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这个技能 更重要它是一个需求 我有这么多人我就创造这么多需求 我有这么多人我要医师住行呢 我就是需求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如果从我们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 我其实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 工作整个社会总的工作 头脑越少越好 真正能够减少 其实它真正的冲击其实是你的市场 当你一个市场在开始 不到你扩张的时候 越长越大的时候 对吧 那你实际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会很多问题它会被增长越多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总会不让它开枪辟土 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跟大的市场出来 当你大家都在存量市场去竞争的时候 其实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内卷了 这个去年开始 我们说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这个时代 但是这个负增长它的这个量 体量还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大家不会说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 人口的总体的这个总量 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人口的 它的这个分布啊 区域之间的这个差异 还是存在的 有的地方 它人口还是在增加的 那有的地方人口是减少的 特别是一些 就比较能够吸引人流入的一些城市 那它人口还在增加 那你确实还能感受到 这样的人口压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北京里做地铁 对吧 地铁上很拥挤 对吧 这很多突然找了一半的人 马上你就有位置做了 不挤了不堵了 对吧 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 人少的好处是非常直接 非常直观 非常微观 你马上就能感受到 如果你一直是这么少的人 你这个线路建得起来吗 你即使有这个线路 你也不可能这么高的密度 把40秒钟就一趟车过来 你可能就5分钟 10分钟一趟车 那这种观念的改变 它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并没有说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甚至是决定是一个走向 那其实在这个生育 生育观念的这个背后 它有一方面 它是随着它的这种价值观 它的文化观念的 这样的一种转变 但是 但是还有一部分 可能折射出来的是 它的一种无奈 比如说它没有婚于医院 可能并不是真的没有婚于医院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 由于现在生育养育 教育孩子的成本比较高 那么年轻人的这个育儿期 和他工作的这种上升期 就面临着一个 在时间上就会有冲突 那就会导致他这个 产生他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矛盾 所以这个 这种态度背后 其实后边是折射出一些问题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这种解决 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在我们在死亡人口 比较稳定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由于我们长期低生育率 是导致人口就是出现了一个 负增长的这个情况 那么去应对这个低生育率的话 可能有很多的可以做的方面 比如说 一个就是我们要去 从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视角去着眼 去构建一个生育支持体系 比如说从婚嫁 生育 养育 教育 这些重大的生命事件 那比如说什么 就医 税收 住房 养老 这种就是系统性的 常链条的去去着眼 关键是那种配套的 社会经济支持政策 都得跟上来 第二个是呢 去构建这种 生育支持体系当中 这种性别平等的建设 特别的重要 无论是这个政府啊 企业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整个社会的 舆论啊 都得共同参与去创造 这种性别平等的环境 包括消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 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包括这个 提供多多种 多种形式的这种托育服务 来减轻这个 啊 女性的这种 抚养负担等等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啊 建设我们这样 叫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然后促进人的这种 全面的发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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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